别人家的父母都是重男轻女 可我爸妈重女轻男 他们认为穷养儿子富养女 还把我价值一千万的翡翠帝王 绿白送给了姐夫 让他那块玉卖了 拿钱创业 后来我因为想不开 跳楼了 重生回那天 我摆烂了 不出去赚钱 吃喝都花爸妈的 还惦记上了他们的房子和养老钱 我就是郑爽 那个被自己爸妈污蔑成白眼狼 不孝子 窝囊废的儿子 上辈子 因为忍受不了爸妈在外面抹黑我 我从十楼一跃而下 我本以为血浓于水 可爸妈赶过来 表现得并没有多伤心 妈 我认识个佩明婚的 就郑爽的生辰八字 对方出价五百万 你看 我妈说 哎 行吧 这也是为了她好 毕竟不管活着还是死了 总得有个媳妇吧 佩明婚那天 我看见新娘子青面獠牙 吓得我瞬间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回到了家里 外面是我妈在给我解证兵打电话 证兵啊 那块石头卖了吗 快点出手吧 让张峰好好创业 对 她是个潜力股 要了有机会 她肯定能发展好 郑冰就是我姐 张峰是我姐夫 她高校毕业 学过企业管理 还多次获得奖学金 毕业以后 张峰找工作屡次碰壁 爸妈都认为 张峰是个潜力股 只有我知道 她就是个中 看不中用的废物 我重生回到了半年以前 我爸妈已经把翡翠帝王率 给郑冰了 那块玉 是我在云南赌石里开出来的 当时有人出价一千万 我觉得她的价值肯定更高 所以没卖 上辈子 我爸妈反感 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 他们为了在别人面前 选择有多开明 就重女轻男 从小到大 郑冰吃的 用的都比我好 为了郑冰上大学 我15岁就被爸妈 逼着辍学打工 在外面打工这么多年 我吃尽了苦头 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 让我认识了我师父 他是个赌石高手 我用业余时间 跟他学赌石的理论 爸妈还说我不务正业 就应该好好上班 供郑冰上大学 等他大学毕业以后 找到份好工作 还能照顾我 十年的时间 我已经学成了 看赌石的本事 不管什么样的石头 我都能分辨出 里面有没有玉 还有玉的橙色 并且在同行里 有了不小的名气 而郑冰 大学毕业以后 就嫁给了张峰 爸妈和郑冰都觉得 张峰是个潜力股 连续几年没找到工作 张峰还是觉得 是那些老板有眼无珠 不知道他有多大本事 其实 学校和社会是不一样的 社会有社会的法则 很多社会上的东西 张峰根本不想学 所以他找不到工作 也不奇怪 上辈子 我在云南用全部积蓄 开出了翡翠帝王绿 当场就有人 愿意花一千万购买 被我拒绝了 回家的路上 我还想着把玉卖了 用这笔钱 让爸妈过上好日子 可等我睡醒一觉 我的翡翠帝王绿 让我爸妈已经送给了郑冰 他们让张峰 拿去卖了以后创业 这件事 成了我讹梦的开始 后来我爸妈逼我入坠 放过那些伤害过我的人 就算是我的亲人 也不可能 慢慢推开门 我妈看我的表情很自然 好像她干了一件 很平常的事 因为从小到大 我受的教育就是这样 我是男人 不管什么事 我都要让这姐姐 这导致郑冰 养成了嚣张跋扈的性格 在郑冰心里 我的东西就是他的 他的东西还是他的 就连我爸妈 也认可这个逻辑 每次郑冰抢我东西 爸妈都会说 你是个大男人 总跟你姐姐抢什么 传出去也不怕人家笑话 郑爽 妈把你那块石头 给你姐夫了 你也知道 她挺有本事的 现在创业需要钱 你放心 就算妈跟你借的 等你姐夫公司挣钱了 我们就让她还你 我爸说 什么跟她借的 郑爽 你就当这次堵石头输了 以后等你姐夫 当大老板了 去他公司干找个班上 以后别老不务正业 成天堵石头 你多学学你姐夫 我不知道我能学张峰什么 上辈子卖翡翠 帝王绿的一千万开公司 每两个月 资金链就断了 我爸妈几乎是一夜 筹白了头 为了给张峰的公司筹钱 爸妈榨干了 我最后的一点价值 上辈子 我闹着要把玉石药回来 我妈当着我的面 喝了农药 她被送到医院 根本没有生命危险 我爸却把这事 告诉了亲戚朋友 说是我逼我妈喝的农药 他们都骂我是不孝子 白眼狼 让我抬不起头 所以 这次我摆烂了 任由他们的安排 反正张峰的公司 早晚要破产 到时候看他们怎么办 哦 那我就等姐夫公司 我妈的脸色很难看 还有点不知所措 妈 你把藏座里的农药扔了吧 我都同意了 你还揣着它 有什么用呀 被戳中心事 我妈脸色更难看了 哪有什么农药 你别瞎说 爸 你催我姐夫 快点把公司弄起来 我可听你话 等着到他们公司上班了 爸妈都感觉 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可是我都已经答应他们了 而且 答应的条件 也是他们主动提的 我把刚才的事 录制成视频保存好 那东西 以后对我可有大用 从那天开始 我彻底摆烂 整天就是玩手机 看电影 没钱了就跟爸妈要 他们要是不给 我就问 爸妈 我姐夫的公司怎么样了 我什么时候能去上班啊 到时候 我和我姐一起孝敬你们 每次问这个问题 爸妈的脸色 都会很难看 因为张峰的公司 亏损严重 爸妈也是四处 给他们筹钱 害怕我去找正兵要债 故意不告诉我 还是和上次的剧情 没什么区别 我妈来找我了 郑爽 要不妈 给你拿点钱 你再去趟云南吧 他们是想让我 再去云南开放有欲的赌石 帮着张峰摆脱公司困境 上辈子 我因为生气拒绝了 爸妈又哭又闹 他们还听了张峰的建议 比我和当地首富的女儿相亲 可那是个傻姑娘 而且女方家提出的条件 是让我当坠婿 这次我答应得很快 没问题啊 你给我钱 我马上去 等我从云南回来那天 还跟他们带了礼物 爸妈 郑冰 张峰 都眼巴巴地看着我 还是我妈问了句 你这次开出玉石了没 我爸以前不是总说 我赌石是不务正业 所以我改邪归正了 这次就是去云南旅游的 一块石头也没开 我爸妈 张峰 郑冰 他们四双眼看着我 恨不得把我吃了 那钱呢 不是给你们买礼物了吗 我全花完了 我妈捂着脑袋 往椅子上一座 装成头晕的样子 你都花了 那可是我们老两口的棺材本呀 听说我把带去的钱全花完了 没去开赌石 我爸妈气得全身哆嗦 郑冰和张峰还劝他们 郑爽岁数小 不懂事 你们跟他一般见识干什么 就是呀爸妈 别心疼那点钱 等我公司做好了 我给你俩养老 这句空话 把我爸妈感动坏了 他们拉着郑冰和张峰的手 还是你们俩好 以后我们老两口就指望你们了 张峰 你一定好好干 别像那个臭小子似的 听他们说话 我都要吐了 真可笑 漂亮话谁不会说啊 姐 姐夫 爸 你们都放心 以前你们不是说赌石 不是正经营生吗 以后我一定改了这个毛病 等你公司做大了 我就投奔你们 到时候 咱们一起孝敬爸妈 张峰的表情 像吃了屎一样难看 以前他们总说 我赌石是不务正业 现在赌石 却成了他们唯一翻盘的机会 可我却不想干了 从那以后 爸妈开始报复我 他们跟所有的亲朋好友说 我是个败家子 白眼狼 就会啃老的窝囊费 出去旅游一次 就花光了他俩的养老金 那些圣母亲戚 全都指责我 还有岁数大的 想要揍我 对于这些事 我不会再像上辈子那样软弱了 爸妈 你们给我那些钱 不就是让我旅游花的吗 为什么 现在又说这样的话 从小到大 什么东西 你们都给姐姐 这还是第一次给我钱 让我去旅游 我本来很高兴的 可现在你们为什么 又要这样诋毁我 我语气哀伤 脸色通红 说着眼泪都要下来了 那些亲戚朋友 看我爸妈的眼神变了 他们开始 指责我爸妈 为什么要颠倒黑白 为了让我爸不给我造谣 我还拿出来了 那天他们说话的视频 爸妈给我提的那两个条件 全都在上面 第一 等张峰赚钱以后 还我一千万 第二 等张峰企业好转以后 让我去他那上班 尤其是亲戚朋友们知道 我爸妈为了帮张峰创业 把我价值一千万的 翡翠帝王率给正兵了以后 他们对我都很同情 对我爸妈就更反感了 那些人都知道 张峰就是眼高手低的家伙 他连人情事故都不懂 又怎么能管理好公司 而我爸妈害的那些亲戚朋友 少了个千万富翁亲戚 很长一段时间 看见我爸妈 甚至连话都不说 我还委屈地告诉那些人 我是能从赌石里 看出狱的品质 这次去云南 我还真没看见 有品像好赌石 那些亲戚 指责我爸妈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都说我爸妈太偏心了 其实我爸妈的 偏心那些亲戚是知道的 但当时我在爸妈跟前 连大声说话都不敢 他们都以为我是个窝囊废 这次他们 看我开出了翡翠帝王率 对父母的态度也转变了 全都过来讨好我 还说我是指不定 哪天就发迹的千万富翁 他们可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 那天我妈装模作样地 从医院出来 捂着脑袋哀嚎 正爽 爸妈都老了 也不能养你一辈子 要不你先找个班上吧 我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 妈 姐夫的公司做起来了吗 我什么时候能去上班 我妈无奈摇摇头走了 可我不想放过他 妈 我最近要出去一趟 你给我点钱 算是我跟你借的 等我姐夫把钱还我 或者他公司做好了 我去他公司上班就还你 那些圣母亲戚 都吃我给他们花的饼 帮着劝我妈 孩子要钱你就给他吧 这是跟你生气呢 等他气顺了 再去开块石头 那你们的好日子 不就来了吗 从那以后 我爸妈就跟小明白似的 凡是我要钱 他们就给 要多少给多少 我把花了父母 给我花钱的金额 都记录到一个本子上 而且 每个月我都多记录出 一万块钱来 算是我的生活费 其实家里的伙食并不好 一个月连两千块钱都花不了 我记一万块钱 算是对父母的孝敬了 直到本子上 记账到一千万 我才会出去赚钱 又过了好几个月 爸妈看我找整天在家打游戏 聊天 没有要去云南的意思 他们更愁了 郑爽呀 你张一给你介绍了个对象 女孩子家挺有钱的 要不你倒是好点去看看 那可太好了 对了妈 我要是结婚了 咱们家打算拿多少彩礼啊 还有婚房到底买多大的啊 张一是我妈的闺蜜 上辈子她被我妈烦得不行了 才答应给我介绍这门婚事 那个女孩叫张婷婷 可惜是个傻子 但是张婷婷父母很有钱 害怕女儿嫁人以后受气 就想招个上门女婿 还是生了孩子 都得姓张的那种 我爸妈其实也不想让我入赘到张家 可张分公司资金链断了 只有我入赘张家 才能筹到大笔资金 保证她的企业不破产 他们想帮女儿 却要儿子入赘 别让家当上门女婿 这是简直荒唐 我妈以为我不知道张家的想法 她被我的话憋得脸色通红 你傻呀 女房家那么有钱 还要什么彩礼婚房呀 你们结婚以后 他们家是不会亏待你的 还是再等等吧 要是没有彩礼和婚房的话 那就算结婚 老丈人家也看不起我 要是姐夫的公司弄好了 那两家就算门当户对了 你们也有面子 那些天 我妈经常拿张婷婷的照片给我看 跟我说几个好话 我被她弄烦了 把照片撕碎 我不是说了吗 等我姐夫的公司做好了 再说这事 我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到那时候 张婷婷早就嫁人了 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条件那么好的姑娘 还愁嫁不出去 既然条件这么好 那她干嘛不自己找对象 还等着别人给介绍 这个张婷婷 不会是个傻子吧 我爸看我就是不上刀 她就要过来打我 我们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你姐夫的公司 能和人家比吗 你要是娶了这姑娘 那以后他们家给你的工资 肯定比你姐夫公司的 还多好几倍 哦 是吗 那太好了 爸妈 我真的谢谢你们 不过 爸妈以为我要答应了 他们都很高兴 要是我答应的话 那张峰的公司就有救了 不过什么 只要你去相亲 提什么要求 爸妈都答应你 我笑了下 我想 我故意把声音拉长 响掉他们的胃口 你想干什么 你快说啊 就是 你想急死我们呀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说 还是算了吧 毕竟人家是大小姐 要是娶回家来 不孝顺你们怎么办 爸妈的脸色特别难看 他们根本没指望我孝敬 就指望我赶紧嫁进张家 从张家 拿钱帮我姐夫 过了好半天 我爸才铁青着脸跟我说 要不你再去趟云南吧 上次的事是我们不对 这次 要是开出好玉来 你就自己留着 那样你也能干自己的事业了 先惦记你姐夫了 同样的当 我怎么可能上第二次 不过 要是爸妈拿钱 让我出去旅游的话 这是我还是蛮高兴的 那也行 等我过几天就去 这两天想在家吃点好的 要不到了云南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那行 你想吃什么 就跟我们说吧 我带着爸妈去饭店 服务员递过来菜单 我随手点了几个便宜的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我爸伸着脑袋 往菜单上看 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那几个菜 都是饭店最便宜的 根本花不了几个钱 除了这些 都给我来一份 那顿饭没有个十万八万 根本下不来 平时舍不得吃的菜 我都点了一遍 什么海参鲍鱼 应有尽有 我爸差点跳起来 我妈也头晕了一下 我看得出来 这次我妈不是装的 她是真心疼钱了 我还装成孝顺的样子 给他们加菜 爸 你尝尝这鹅干酱 都说鹅干能明目 干堵食这行眼睛是最关键的 要是打了眼 那带多少钱 去都白打 还有海参 爸妈 你们怎么不吃啊 我爸擦了把冷汗 我妈脸色苍白 他们一筷子都没动 还是我妈说了句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 我们看着你吃就高兴了 高兴吗 他们一点都不高兴 都快丑死了 一晃过去了一个多月 那些圣母亲戚告诉我 张丰的公司快干不下去了 还欠了不少债 正跟我捡到离婚呢 我的嘴角上翘 终于等到那个白痴要破产了 虽然这次我损失了一千多万 可他也别想好过 碰 我的房门突然被踹开 我爸气冲冲走了进来 你天天在家混吃等死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第一 你去跟张婷婷相亲 然后早点结婚 第二 你再去趟云南 需要多少钱我们给你 要是开不出好石头来 那你就别回来了 既然装不下去 我爸索性不装了 索性就跟我摊牌了 我把两只手一摊 现在也不是赌石的季节啊 要想要好石头的话 怎么也得三个月以后吧 三个月以后 张丰的公司就破产了 他也和我姐离婚了 那你就去相亲 女方家很有钱 你要是娶了她 保证你以后荣华富贵一辈子 那丫头还没嫁出去呢 她不会有什么毛病吧 你问清楚了没有 我爸被我的反问掖住了 他想动手打我 我又告诉了他一句话 哎 你别生气 我倒是有个赚钱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爸以为他几个月的努力 终于有了成果 我应该想通了 这你就别管了 反正这办法 肯定让你们满意 看着我爸出去 我穿上衣服说要出去转转 来到个茂密的小树林 看见两个女人正在散步 她们其中一个就是张婷婷 另一个是她的保姆 我走过去跟她们说 你们好 请问这位是张婷婷吗 我的态度很和善 保姆看我问她们 皱了下眉 你是谁 我大方地介绍 我叫郑爽 想必你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你想好了 真要嫁给我们小姐 保姆有点不可置信 毕竟那几个月 我爸妈找了好多人 在他们跟前说我的好话 所以保姆肯定知道 有我这个人 不是 我爸妈跟我说了很多次张婷婷 今天正好看见 所以来认识一下 保姆的表情多少有点失望 哦 那你们聊聊吧 希望你能想清楚 毕竟张家很有钱 你别错过这次机会 张婷婷看见我 她也不害怕 把一大把糖放到我手里 你跟我玩 我给你吃糖 嗯 我跟你玩 走 咱们拍张照片好不好 好好 我最喜欢照相了 我是可爱的小公主 张婷婷拍着手 跟我走进了小树林 保姆害怕张婷婷出事 就在我们后面跟着 有三五米的距离 对此我并不反感 拿出手机 跟张婷婷拍了张合照 随手发到家族群里 瞬间群里就炸了 我爸 郑爽 你去见张婷婷 怎么事先 也不跟家里说一声 郑冰 这就是张婷婷呀 长得挺漂亮的 听说他们家挺有钱的 老弟 你可要把握机会啊 张峰 嘿嘿 不错 你小子傻人有傻福 就这长相 比你姐可强太多了 还是我妈考虑得仔细 郑爽我警告你 别跟张小姐胡说八道 张家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要是得罪了张家 回来我就打死你 那些留言我一条也没看 把手机放回去 我带张婷婷 去了高档西餐厅 她总是有意无意地往后看 我知道她是在看保姆 毕竟有保姆在 她才有安全感 要是有意也没看见保姆的话 估计她能被吓哭 我招手叫过来保姆 你也过来坐吧 咱们聊聊 保姆坐到了我的旁边 我从她眼里看见了期待 期待我能答应和张婷婷的婚事 那样的话张婷婷就有归宿了 说实话 张婷婷真的是个很善良的女孩 她不应该有这样的命运 可这谁又能改变呢 保姆跟我说 你现在告诉我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要听实话 不准骗我 她的气场很强 可能是跟张家时间长了吧 学会了开放气场震慑别人 我就是过来看看 想交给朋友 毕竟这种事 不是接触一天两天就能决定的 不过我发誓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伤害你们家小姐 回家以后 家人对我的态度全改变了 儿子 你和张小姐都说什么了 你是怎么想的呀 我从他们的眼里 看见了惊喜和担忧 惊喜我今天能主动去找张婷婷 但有我知道 他们家要招上门女婿的事 先尝试着接触下吧 这女孩还算不错 我躺到床上 说得轻描淡写 我妈拿着扇子 坐到了我的旁边 她给我扇着凉风 试探着跟我说 要不尽早把证办了吧 你也老大不晓得了 这是改天再说吧 我今天累了 我妈虽然表面上 对我和颜月色的 实际她心里比谁都着急 毕竟张峰的公司 快撑不住了 要不妈给你拿钱 你再去趟云南 弄快赌食回来 妈 你以为赌食是买白菜呢 还是以为我是神仙啊 随便买一个就行了 这东西靠运气 上次是我运气好 谁能保证 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啊 我妈的脸色瞬间铁青 那你这两个月 还吃了那么多好东西 没事就去饭店 想起这两个月 我在饭店的消费 也快到二十万了 我妈心痛得直哆嗦 我不也是没有把握吗 再说了 还没到开赌食都忘记呢 你急什么啊 后来那几天 我有时间就去找张婷婷 她总是笑嘻嘻地叫我 大哥哥 看着她穿着白色碎花裙 整天疯跑 我也挺开心的 不过 我只局限在 哥哥对妹妹的那种开心 那天保姆很严肃地跟我说 郑爽 我们老爷让你去趟张家 我知道 是我出手报复的时候了 来到张家 张首富坐在正中间 他穿着睡衣 可看上去霸气侧漏 给我种高不可攀的感觉 郑爽是吧 从今天开始 我不准你和我女儿接触 否则我就打断你的腿 为什么 总得有个理由吧 张首富脸色阴沉 你们家都是什么东西 你和我女儿还没怎么样呢 你们家人就跑我这来要这样的 你要是真的娶我女儿 估计我们整个张家 都要被你搬空了 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你可以问问保姆 自从和你女儿认识 我花过他一分钱吗 如果你真的要让我离开你女儿的话 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 张首富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又来 你说吧 想要多少钱 我不要钱 就是想让您跟我家人说明白 到底因为什么 谢谢 张首富突然说 他突然愣了下 他以为我是冲着钱来的 毕竟张婷婷是他的宝贝女儿 如果我开口要钱 他也只能给 据我所知 你现在是靠父母养着 你真的不需要钱 有了这些钱 你完全可以干出一番事业 干嘛还要在家啃老呀 我把自己的遭遇 跟张首富说了遍 他说 我是个商人 虽然你的遭遇我很同情 但我帮你对我来说 有什么好处吗 你可以聘请 我来你们公司玩赌食 我的水平很强 相信我会帮到你 毕竟谁会嫌自己的钱太多呢 那天晚上 我爸 我妈 我姐正兵 还有我姐夫张锋 他们四个打成了一锅粥 原因是 张锋没跟他们商量 就去找张首富要投资 彻底触怒了张首富 张锋的解释是 公司现在需要一笔钱周转 要是再拖下去 那他的公司就要破产了 我坐在沙发上啃着西瓜 看他们吵架 一句都不想劝 那天 我爸妈第一次动手 打了张锋和郑冰 我却乐得在后面看戏 美中不足 我听见了郑冰的喊叫 妈 你怎么了妈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你别吓我 张锋在旁边说 你别吓人了 你这个办法能吓着郑爽 可吓不住我 你倒和郑爽一样傻吗 听见张锋提到我 我当然不愿意了 我冲过去 就打了张锋两巴掌 你说什么呢 还不赶紧把我妈送医院 张锋没想到 我能动手打她 她还想打我 我警告你 现在我是张首夫家的女婿 你还敢跟我嘚瑟 我明天就让你的公司破产 你们全家都给我滚出这个城市 我们几个把我妈送到医院 当时情况非常危急 可张锋和郑冰早就跑没影了 我爸看着我妈陷入昏迷 医生说 抢救废起码要一百万 郑爽 你看能不能跟你老丈人说说 先借咱们一百万就你妈 他想说 等姐夫赚钱了就还人家 可后面的话怎么都说不出来 眼下这种情况 张锋都快破产了 还想指着张锋花钱 根本不可能 好吧 我来想办法 我拿出记账的本子 写了一行字 给我妈治病 支出两百万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 自从你们把翡翠帝王率 给我解那天 你们跟我说过 那一千万就当你们跟我借的 所以我就买了个本子记账 每个月支出一万块钱 算是我的生活费 剩下你们给我花的钱 我都记着 现在还差一百多万 你跟姐夫要一百万给我妈治病 就当你们还我两百万 我爸的脸色 被我气得一阵红 一阵白 要不是在医院 他能打死我 医院里 我爸气得哭了 都说养儿防老 我有一儿一女 可到老了 连个给我们拿钱住院的人都没有 我怎么养了只白眼狼啊 我说 爸 这你怪得了谁 你们没经过我同意 把我的翡翠帝王率给了我姐夫 不就是想让我姐夫给你们养老吗 我爸不想 看着我妈病死 又给张峰和郑冰打电话 可他们早把我爸拉黑了 气得我爸突发脑出血 晕倒在我妈病床旁边 他说话支支吾吾的 只能发出几个简单的音符 根本听不懂什么意思 医生跟我说 你们再不缴费的话 那就只能办出院了 你去联系我姐吧 我姐夫是做企业的 她家很有钱 要是我解不出钱的话 那就让她来给我爸妈办出院吧 天地良心 不是我不想救我爸妈 我是真没钱啊 就算我和张婷婷认识 那也猜不到一个月时间 总不可能跟他们加借一百多万 救我爸妈的命吧 看见躺在床上 奄奄一息的两位老人 我并不心痛 这都是他们自找的 当初我赌食 开出翡翠帝王率的时候 全场震惊 带着玉石回来 我想的就是 以后怎么让爸妈过上好日子 谁让他们把玉石 给我正兵和张峰了呢 给爸妈治病 张峰和正兵没出一分钱 甚至连面都没见 我当然不想再管 两个重病的老东西 把他们送到正兵家 就去找张首富了 已经到了彩域的旺季 他也想通过珠宝行业 大赚一笔 答应开出来的玉石 给我20%的利润 而我的心里在低险 如果我有足够资金 那这次开赌食赚来的钱 就都是我的了 凭借那些资金 我能买房买车 过上好日子 而现在 我只能拿着20%的利润 去帮张首富做嫁衣 那次的云南之行 张首富赚了个盆满锅满 而且也拿到了100万的奖金 刚回到家 我就接到了正兵的一纸诉状 他告我遗弃父母 不孝顺老人 我则是拿出了那天 爸妈跟我说话的视频 告诉法官 我爸妈都说过 他们意愿 是跟着女儿养老 不用我来敬笑 法官这认为 每个子女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不是老人决定上谁家赡养 其他子女就没责任的 考虑到老人的意愿 法院判决 我爸妈由正兵赡养 每个月我来支付费用 我当即表示 愿意承担一半的治疗费用 并且愿意当天交钱 张峰和正兵都看傻了 他们一直以为我没干活 一分钱没有 想把爸妈推给我来养 我要是拒绝的话 他们就能跟外人说我是不孝子 不孝顺老人 我这样一来 外人的目光就都看向了他们 想看张峰和正兵 到底愿不愿意出钱给爸妈治病 最后 张峰和正兵因为不愿意出钱 被外人指责 他们被网报 慢骂 张峰那个所谓的公司也破产了 看我爸妈都得了重病 张峰和正兵整天对他们非打击骂 我也听那些圣母心泛滥的亲戚们说过 爸妈身上全都是伤 我考虑到 这是我爸妈的意愿 也不想接他们回来 抱住了张首富这棵大树 我也赚了不少钱 来年我用自己的钱 又开出了好几块价值不菲的玉石